36岁的艾莉在建设公司上班有14年的年资 因为企业加码规划退休保险工作满20年可以领 她预估42岁就可以展开退休人生 50岁的Tony过去一直在电子业负责研发与采购 曾在步入中高龄时被公司优退 求职卡关薪水砍半 幸好遇到贵人薪资收入也回到以往水准 49岁的Lillian是执法手术的专业护理师 虽然外形较好看不出实际年龄 却被暗指年纪大而遭到转调 幸好自己有投资房产提前为退休做规划 疫情一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蛮多人不敢来执法 那时候就是整个手术的这个都完全影响到 但是后来有逐渐再回来的趋势 那像尤其是最近几乎都是全部都是买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会影响到就是 一直以为这个行业这个工作它会是稳定的 但事实上没有想到疫情的影响这么大 对所以对于就是未来的退休规划 就会觉得它其实很重要 因为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平稳 一定要先记得做好准备 目前的规划除了就是一些小额投资之外 主要还是在房产的部分 对因为之前在买房子的时候 因为有赚就是有赚了大概200万左右 所以就觉得房产这个部分 它是对我来说比较有信心的 对做好功课相对来说风险不会那么大 因为走到一个抗赚 公司因为外人来经营团队 所以说做到主管 当然也是对方也都是不错 就是一个团队的经营 所以就是换了换了一些团队来做 当然说结果还要去找头路的时候 想看到因为外面的头路 其实也是不好找 虽然是说优推 公司给我们一些扣导 不过就是要去找高的 要去找的人要帮你帮很多资料 就是说KPI要很高的 你要帮公司贷很多钱 不然就是去找很阔的工作 做做的做做的 也会去刮刮刮 哪里有问题 结果主管说 结果主管的年金也没办法大了 他也没想到说会出什么事情 结果出到事情了 也没想到当初你有去跟公司 可能会出一些事情 结果结果结局都要自己去打 所以说中高年龄的就业 其实是真的很艰困 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到外面的群众都算不吃不喝 不过就是说很正直 就是带来做朋友 结果最近我去外国的公司 就是中金利 记得我应该是不错才对 所以说叫我来开拓台湾市场 现在我是在台湾做一个业务代表 薪水就还回到以前的账战 我觉得第一是有遇到很好的公司 然后因为这个公司之后 过了试用期 公司就有跟我们提说 他会给我们投保一个所谓的退休险 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蛮心动的 因为我觉得工作20年 我就有一个退休金 一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可能只有三万多的薪水 但是他的退休的一个保险 他是以你最后五年的薪资去计算 也就是说我这五年 我可能是领六万多 那我退休 我就是可以领二十年的 六万多的一个退休金 那所以其实我听到的时候 我就很认真的去 做我这个工作里面该的内容 所以我就考了很多征兆 包含像女生博取考 像那种废弃物清理 然后还有像这种工地主任证照 我应该是小数女生会去考 然后像这个就是建筑室内装修管理工程的一个证照 那这种就比较重要 我就会考到一级这种东西 那这个就是工业配线 那为什么会想考这些 是因为我觉得有专业知识跟一级之长 在公司才可以待得长久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份公司也蛮看重我的 才会一直持续到现在 然后让我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坐我的斜杠 然后也可以好好的安心的 就是处理公司的大小事 时间管理上也会分配的很好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37%受访上班族表示 理想的退休年纪是55岁以前 而开始规划退休生活的有22.2% 有规划但还没有行动的占41.9% 完全没有规划的则是35.9% 另外有高达82.6%的上班族考虑退休后 还要再另谋工作 只有17.4%的人打算完全退休后不再工作 这次的调查我们发现有高达8成3的上班族 他们在退休之后还会想要再度投入职场 那当然最主要也是因为刚刚讲到的 通膨有可能吃掉实质的存款 那大部分的上班族也认为说 实质的现金存款除了要有房地产之外 还要有1060万的现金存款 才会觉得有底气有保障 并且在退休之后每个月还要定期 有存入4万2000多元的现金流动 才觉得说在退休生活会显得够用 那当然我们也发现说 对于二度投入职场 有一些特别热门的职缺 是这些退休的上班族 会特别想要找的一些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一共有行政内勤 保全警卫 企业顾问 作业员 包装员 跟客服老师相对来说 都是一些比较平稳 那上下班时间呢 比较有保障的一些工作 那当然这些工作相对来说 也比较欢迎二度就业 或者是中高年龄的这些长者 那我们也发现说 像是有一些连锁快餐的餐饮店店长 他们也认为说这些 像是当过爸爸妈妈 然后有管理经验的二度上班族 反而对于工读生来说 更有耐性 也有他们的优点在 相对来说呢 当然还是要看植物类别 因为有些植物类别呢 他们还是需要一些体力活 所以相对来说呢 对于这个年长者的体力的关注度 还是会有一些隐忧在 但是如果是管理职方面 比方说像是刚刚提到 有一些连锁餐饮业的店长 他们反而会觉得说 二度就业者相对对于年轻的工读生 比较有耐心 然后在管理上也比较有经验 反而会愿意任用他们 黄若薇表示 退休金不够用 已成为寿星阶级 规划退休生涯的最大变数 上班族认为 退休以后至少月入 四万两千六百三十四元 才够生活所需 且由于通膨效应 不少人对退休后重返职场 有了新思维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